严严 滚 杀 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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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喝口水吧 我马上给您弄药 水灵姑娘 你在啊 上一次你给我拿的药很见效 你真是我们神的药 阿婆 阿婆 今天你再给我来一副就可以了 就这副药 那个 谢谢水灵姑娘 谢谢 好好 慢走 你带给您 水灵姐姐 亮哥哥呢 亮哥 在那呢 亮哥哥 亮哥哥你在干嘛呀 小福萨 你看 你看 这是什么 木箭 是给我的吗 你喜欢吗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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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给我 好 给你 你喝点水吧 亮哥哥 看我的箭 这个给您 小福萨真厉害 亮哥哥 我出去玩了 跑慢点 别摔着啊 知道了 快 consum 拿着啊 富翁 泪 你 你 你小崽子 给我给我 这剑是宝剑呢 走了 周老头把倩还给我 我回去叫亮哥哥来 把你揍一顿 大汉玉玺 身负柱上 一时难以复原 因此军中大小事务 暂时由我代理 大汉伤情如此严重 还望天佑大汉哪 何人所为 此刻已死 死了管什么用 你们查出来 他是受谁的指示吗 仍在追查 但是不利 你们灵血阁氧的高手 全是吃白饭的吗 金阁主 现在大汉正在条理之中 情形尚不明朗 未免会动摇军心 还请各位王爷 贝勒注意封锁消息 切勿走漏了风声 只包不住火 要想稳定军心 还得用些别的招数 咱们得在这关头 再从大明手里 夺下一座城池来 请问湛王 谁来统帅 金阁主意下如何 战王 攻打城池并非易事 没有周密的策划 贸然进攻 我们只会损兵折将 徒劳无功 大明受死的骆驼逼马肥 要是从正面战场强攻 确实有难度 但若能率精兵良将以突袭 倒是个妙招 如果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到哪里去找 可看大任的精兵良将呢 依我看 以阿敏贝勒这见识及实力 只会一支骑兵作战 应当不成问题 战王平日里不言不语 心里想得倒是很周全 不过这事要是能成了 可是分大功 岂不是白白便宜了我 诸位 此事事关重大 要我禀报了大汗 再做定夺 小夫子 谁把你的宝剑抢走了 可可把你抢回来好不好 就是那个凤老头 你告诉哥哥哪个疯老头 那个疯老头很吓人 我很害怕 小夫子 哥哥不是教了你功夫了吗 你怕什么 对呀亮哥哥 你会武功 你一定要帮我把那个疯老头 好好地教训一顿 好 老婆 爹 爹 爹 我是亮儿 你怎么在这儿 我们回家 别吃了 走了 走爹 干嘛呀 爹 我是亮儿啊 我是亮儿 你放开 放开亮哥哥 又厚了 快拦有好啊 丁杀手不放 丁人 大汗 贝勒爷王爷都十分挂念大汗的身体 阿敏贝勒和金阁主有些冲撞 另外 有詹王敬献良策 欲以齐席执法攻城 詹王 本汗很少听见他的声音 平日里他是一言不发 怎么今日却积极好斗了 詹王推举阿敏贝勒率 凌雪阁精英突袭夺取城池 以求在大汗病重期间 能有所成安定军心 詹王倒是想得周全 可是属下认为 此季风险过大 实在是不妥呀 此事成了 则能安定人心 论功行上时自然少不了詹王的份 如果败了既损伤了阿敏的实力 又削弱了凌雪阁 詹王不费吹灰之力 就赢得了人心 可是依我看 阿敏贝勒 和金阁主并不买詹王的账啊 那也无法 他只要是开了这个口 自有聪明人 明白他的打算 大汗的意思是 詹王意在暗示有心人 他将有所行动了 这哑巴开了口 比起喋喋不休的疯子 更引人注目不是吗 大汗英明 这药膳太苦了 药归药 善归善 混在一团实在太难下咽 你得替我分清楚 哪些是苦口药 哪些是离口善 属下自当尽力 爹 吃点东西吧 爷爷 桌子上有这么多好吃的 你为什么不吃啊 快吃啊 小福子 来 跟姐姐淋桶水去 好啊 走吧 猎神 公 爹 您坐下 您没事吧 您吃一点吧 父亲 好啊 吃 嗯 啊 啊 喂 你不用那么紧张 我们这可是在执行公务 以我的经验呢 守株待兔是最傻的办法 等待敌人自己露出马脚啊 那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要是累了 就回去休息啊 你知道 想要等到兔子 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耐心 运气 你这么说倒是没错 所以说 我要留在这个地方陪你 两个人的运气啊 总比一个人的要好得多 这么说 你是我的星运星了 那当然了 我是你的守护神 嗯 是 别看我了 来人了 就是他 走 走 大人 詹王府 難道暗殺一時是詹王族策劃的 十之八九 走 看來你那大汗啊 心中早就有數了 什麼叫我那大汗啊 小災 你還認得我嗎 是你 仙 仙姑 你剛才怎麼不敢施展你的身手 這小子他腦子一根筋 他一向不肯對老人家動手 老人家 也對 我確實已經老了 我認識你父親的時候 他也就跟你這般大小 前輩 敢問尊姓大名啊 胡圖安 這把刀 還是當年你父親贈予我的 前輩 可否讓我們兩個人 看一下這把刀 請您告訴我 我父親的事情 我們此次來遼東 就是為了查找我父母 被殺的真相呢 我此次冒險前來 跟你見面 就是為了告訴你 當年 你父親 更經事的事 亮哥 他真的是你爹嗎 沒錯 他確實是我爹 我的生身父親 亮哥 他老人家怎麼落魄成這副模樣了 我也不曉得他老人家 都經受了什麼魔難 我已經燒好熱水了 一會兒你侍奉老人家洗個澡 讓他先歇息歇息 水靈 辛苦你了 謝謝 你怎麼還跟我這麼客氣啊 你不許欺負不許欺負水靈姐姐 還是小福子最疼姐姐了 小福子對姐姐最好了 要練上城武功啊 心中不要有雜念 我所知道的也就這些了 前輩 你可否知道 我的父母究竟是被什麼人所害 那是在你們關內的事 我確實不知道 那前輩可否知道 有一個叫做霍普托的人 霍普托 你怎麼會認識他 他曾經給家父留下一封信 約他在金陵見面 不錯 早在你父母遇害前 他就被派去京師擔任卧底了 他現在可還在京師啊 應該還在 這些年我在遼東 並沒有發現他的蹤跡 多謝前輩了 你們快走吧 萬一有人跟來就麻煩了 前輩 我還有一句話 不知道當講不當講 講 前輩的武功 如此高強 為什麼不跟隨努爾哈赤 為他效力呢 君王的牢籠 扇不住自由的陰啊 可是我認為 努爾哈赤 是一個賢明的君王 努爾哈赤很有報復 的確是君王之才 可是我更了解他 他並不是你們想像中的那麼簡單 他冷酷 殘忍 用鮮血鋪就了他的帝王之路 我很欽佩他 可我無法贊同他的做事方法 我跟他不是一路人 自然不會跟隨他 既然如此 前輩 多加保重 前蔓 你們若在遼東 遇到什麼緊急事物 發此信號給我 我的人會立刻出現去救你們 多謝前輩 不可不可 這禮太大了 孩子 切記 萬事多加小心 快走吧 保重 前輩多保重 嗯 爹 幸好 我給你洗個字號 擦擦身子吧 爹 爹 做什麼 你想謀害我 我是不會害你的 爹 我是亮兒啊 亮 亮兒 我是不會害你的 你真的是亮兒嗎 千真萬訣 爹 亮兒 現在我們在哪兒 在昆仑山嗎 爹 等您的山好了 我們就回去好嗎 亮兒 你記住了 要練神功 必先自攻啊 孩兒知道了 好 既然有了眉目 就要加緊行動 趕快了了此事 是 金丁河 務必將那叛徒的黨羽交出來 一併乘處 斬草藥除根 絕不能心慈手軟 遵命 你們都下去吧 是 大海 玉京 我有話跟你說 大汗先吩咐 玉京 你身為漢人 卻為我所用 心裡一定有些想法吧 屬下絕無此意 大汗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 屬下定會以大汗馬首示戰 好 我一直認為 這天下是大家的 不要分什麼滿人漢人 只要是你賢明有德 能夠為天下老百姓謀福利 就應該為天下所用 還有就是有人說我 嗜血成性殺戮無數 我認為此話有識偏頗 要想收服天下 就得有流血有犧牲 犧牲一少部分人 而造福大多數人 由你們武當所提倡的道學來說 不正是既得行善嗎 大汗說得有道理 在我看來 大汗才是真正的蓋世英豪 屬下定會跟隨大汗 為大汗出一份令 有你這份心意 說明我沒有看錯你 謝大汗上師 我們堂堂的金鼎衛士 就要受一個小娃娃的聚會 傳出去真讓人笑話 他算個什麼東西 是啊 客氣 客主 客主 坐 不就是讓你們去幫個忙嗎 有什麼大不了的 客主 那小子不過是個乳臭未乾的小崽子 資歷尚浅 他怎麼會成為大汗的紅人呢 你們能看清現在的形勢嗎 看得清 大汗病危 大權盡在閣主手中 我們何必在乎那乳臭未乾的小孩 放手 你難道不知道靈雪哥 是在為誰賣命 為大汗 是 這樣的想法 我不想再聽到第二遍 是 這次本想讓你們趁機 除掉幾個不中用的人 你們倒好 各個成英雄 要是擔心在靈雪閣 出不了頭 不如另謀高就 屬下不敢 還有一事 大汗稱病誘敵之事 我今天才知道 而耿玉京 就早知道了 他現在是大汗的心腹 我不知道 該喜該憂啊 爹 您好些了嗎 嗯 那您老 歇一會兒吧 亮兒 你怎麼會 在這裡 爹 您恢復了 神智雖還有些模糊 但總算能 想明白是了 爹 您在這裡見到亮兒 您高興嗎 要瘋狂 要大敗所有人 爹 您說什麼呢 快告訴亮兒 您是怎麼到這裡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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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練神功 必信自貢啊 還讓明白 亮哥 你練完功了 你父親怎麼樣了 剛才給他調理氣氣的時候 好了一些 能說兩句話了 那真是太好了 可也就是那麼一小會兒 說著說著 又不知所云了 那 您問他最近的遭遇了嗎 還沒來得及問 可是有一點很奇怪 我給他療傷的時候 發覺他的內力 大大增長 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 可那內力 卻因神志不清 而困潔在他體內 既不能疏倒 也無法施展 這情況 聽起來跟玉京的有些相似 是不是受了內傷 憑我現在的功力 根本就沒辦法為他疏散啊 你先別急 亮哥 咱們再想想辦法 咱們再就給你 還看著 也這麼說 咱們再跟個性子 不圍了 還要不大 是 既然說要不圈 你可以讓他們 啊 是 是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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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杀人了 停下 不要再杀人了 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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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杀人了 不要再杀人了 停下 爹 你能不能告诉亮儿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您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是啊 伯父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住在这里的 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呀 看来我爹 还没有彻底的疯掉 爹 您快告诉我 您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亮儿 你今日 可曾习武连剑了 今日 是 孩儿未曾习武连剑 又偷懒 你这样子 什么时候才能打遍天下无敌手 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天下第一剑哪 孩儿知错了 sky儿 不 入宫 你 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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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他 他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张王是大寒的地 怎么说啥就啥了 听说他是叛乱了 该杀 真是该杀 这诺尔哈赤 好狠心 诺尔哈赤如此杀戮重成 再看你们 这张王的是什么 主下 本来的 本来的 他很重要 应该成为我不见到 不信 你来 可是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呀 一切事物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 耐心等等 或许这局势会有转机的 爷爷 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爷爷可不是什么未捕先知的老神仙 但是我知道 一旦事情到了不能解决的地步 那就必须要 耐心等待转机 莲儿 连剑 来 莲儿 该练剑了 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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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慢着点 快点儿 亮哥 水灵 水灵 亮哥 水灵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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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儿回到了小时候 我小时候 爹就是这么教我练剑的 睡着了 是啊 你怎么会有病 我老子 你醒来 你醒来 我小时候 你醒来 我小时候 你醒来 走 拿下 拿下 好个胆大包天的刺客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谁并不重要 你这一剑 势必要毁了大明的江山设计 拿来他的面具 熊天壁 对 老子就是大明辽东守将 熊天壁 大明守将 走口 你身为汉人 竟帮金人捉拿于我 不 要不是你 我已经杀了努尔哈赤了 带下去 是 你们杀了我 走 二十年后 我还会回辽州报仇的 走 东方大哥 你每天跟着我采药制药 武功都荒废了 没关系 我练了十多年的剑了 也该歇息歇息了 你不后悔 不后悔 没关系 只要你想离开 我肯定不拖你后腿 别瞎想 我不会离开你的 你快回去照顾伯父吧 我要回去歇息了 水灵 怎么了 我舍不得你走 我就是上楼歇息一下 有什么舍不得的 不知为什么 我心里有种感觉 你见不到你 我这心里就发慌了 你呀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残忍了 都是因为你呀 伍佳 亮哥 其实 能跟你在一起 我就很开心了 你也没有